昨天下午 海軍一架S-70C 反潛直升機 在高雄左營基地 進行訓練時 因為不明原因 墜落停機坪 機身起火 機上四名軍事官立刻送一搶救 傷勢最嚴重的機工長劉尚軍 全身百分之九十五 二到三度燒燙傷 在加護病房 還沒有脫離陷阱 明摘大門破了一個大洞 住戶回家才知道 原來是直升機零件噴飛出來砸穿鐵門 索性沒有造成人員受傷 二十二號下午 海軍一架S-70C反潛直升機 在高雄左營反潛飛行大隊基地 進行訓練任務時 在營區內意外重衰落地 附近民眾也嚇了一大跳 機上四名軍事官立即送一搶救 傷勢最嚴重的機工長劉尚軍 全身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二到三度燒燙傷 意識不清 在加護病房還沒有脫離險境 另外三個人意識清楚 不過補修隊空勤檢驗室 郭冠廷市官長 有百分之十到十五的二到三度 以上燒燙傷 也在加護病房觀察當中 海軍類型戰備任務 S-70C反潛直升機 準備起飛 協同執行海空反潛 傳出海軍第一時間未將這起重大事故 通報國防部 消防局也沒有接獲相關報案 晚間海軍司令沒加速前往探視傷者 呼籲國人為傷者祈福 暫會坦誠做檢討 總統府表達關切 海軍司令部也已經要求 同行直升機暫停任務派遣 立即實施飛安特檢 至於肇事原因 正由專案小組調查 釐清是天候 人員操作還是基建的問題 記者陳煥與孟昭全 朱鋒至中建綱綜合報導 記者 立即使消防局也沒有過程 記者 報告 郭姆 編輯 海軍 東奸 記者 報告 郭姆 努淮成 流江軍 吉祥 衛隊友 郭姆 編輯 海軍 吉。 中蓮 南原典